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感觉比中国更中国 你如果去河内 过于南海关往往是令人不愉快的 可能所会 但是到了河内市内 随处可见有官地庙 孔庙 比中国内地更像中国的感觉 实在越南以为有着东南亚最多的孔庙 越南封建王朝的尊孔的习俗 在阮朝前期达到了极盛 清代中国主币还有满文 越南同时代的安南的钱 这全部都是汉字 大型的民命同胞 给予的筑钱 背后都有儒家的哲理 实在是令人爱不释手的 那么我就问过越南来的华侨同事 这个越南文和汉文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说其实也是一个字一个字 结构和汉字类似 最重要的是每个字都能用汉字数学 所以我想大概和粤语类似吧 如果越南语的电视剧电影 我们用汉字来质疑 不是异议的话 那么一开始可能觉得有点怪 不久习惯后就能看得懂 觉得会了 那么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的这枚是 四德通保二前 是NGC的58分 那么四德也就是继承美德的意思了 唐代的韩裕在达元氏御书 里面就有足下年上将 四德有序 这样的说法 安南四德帝呢 他是安南最后一任 在中国体制内的安南亡了 越南阮朝的第四任皇帝 1847年到1883年在位 那么四德帝之后呢 清国就输掉了中法之战 安南成为了法国的保护国 最终成为了法国的殖民地 那么尽管是原型方孔这个钱 但是其实是凿开的孔 是打之笔并非注表 那么一般都是有列的 不平的 这枚算是比较好的 浅褐色包浆 几乎完美 那么这个品种呢 PCGS有记录的MS的一共16枚 A有的11枚 45分的有两枚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贵州竹子的量吧 可谓是相当稀少 最近公开拍卖的成交呢 21年6月 Heritage有一枚58分的 卖了1320刀 也就是1万块人民币 但是58分的呢 不具有统计 因为数量太少了 62分就是比较多的记录了 在2022年5月份 Stacks Bowers有一枚 1800刀成交 21年6月份 Heritage是2340刀 21的成交 22年的7月份 则还是Heritage 因为3600刀成交 可见价格是稳不上涨的 两年基本上涨了一倍 越南的经济呢 尽管是Omicron后 大陆动态清零 越南其实强调了中国 不少的订单 但是今年以来 其实是遇到了大量的经济问题 那么 越南的房市和股市 都遇到了崩盘式的下跌 股市应该是2022年 全球表现最差的 汇率和通胀 并是一向非常希腊 尽管如此 却没有影响 安南汉字 贵金属极致币的行情 也就是银钱和金钱 因为越南是法国殖民地 安南钱币在欧洲拍卖中 一向是有一席之地的 以前的玩家大不远 是欧洲人 日本人 最近几年 随着中越的经济规模的膨胀 越南本土的藏家 中国藏家也加入了竞争 尽管越南的汉字铸币涨幅 不如国内2019到2022年 动辄10到20倍 但是和股市房市比起来 还算是健康的 稳步的上涨 我想主要是 中国的藏家人数众多 相对于 安南贵金属铸币 这么小的量 比方说像这个品种 也就是 二三十枚的量 稍微关注一下 安南钱 就会造成功名求有关 那么 安南四德通宝五福呢 更加是在 22年5月份 Stack Bowers 据说是上海的买家 把它收掉了 是成交价高达了 7.2万美元 是 同规格的 安南英币价格的新高了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这枚 安南软巢的四德通宝 使名福寿的 如家给予 银质二千 NGCA有58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